生活中会发现,越来越多的父母对手机的热爱,有甚余对孩子的关注,很多家庭都出现过这样的现象。 下班了,一身疲惫的爸爸回到家,一屁股陷进沙发里,开始忙着刷手机新闻,看仔细,打游戏,或者给假以秉丁评论。 而妈妈则更热衷于将孩子的生活点滴攻击于朋友圈,收获着各方好友的评论,有网友调侃,大概手机是亲生的,孩子是充话费送的。 美国最新研究发现,父母乘迷手机等电子产品,不仅影响自己的身心健康,还会干扰亲自关系,甚至导致孩子出现不良行为,情伤较低。 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和密歇根大学研究人员联合开展研究,招募了172个双亲家庭,对家长使用手机、电脑等电子产品情况进行调查,分析父母使用手机是否会影响亲自关系。 结果发现,如果父母在家庭活动,如全家人一起用餐,玩游戏或就请,终把大量时间花在玩手机上,会影响与孩子之间的长期关系,直接导致亲自交流时间减少。 研究人员将这种情况称为技术差足,即日常生活中,由于使用技术设备,引发面对面交流中断。 研究还发现,如果孩子想吸引父母的注意力,可能会招致敌意。 这令孩子容易产生挫败感,甚至出现多动、抱忍、生闷气、发脾气等不良行为。 还记得爸爸去哪儿的第三季吗? 节目中有一幕,刘夜自顾自地玩着手机,儿子诺依一直在旁边,碎碎面,都和他说着话。 一会儿让他看这个,一会儿让他看那个,而刘夜多是敷衍的。 嗯,啊,后来,父子俩保持沉默状态一段时间之后,诺依说,前几年遇见观音菩萨,他劝我陪你良慧天儿。 很童真的一句话,倒出了孩子内心渴望父母的陪伴,孩子脆弱而敏感,当家长的注意力不在他身上时,他就能马上感觉到,一如刘震云在小说手机里写到的那样。 手机,原来就是为了方便人的,没他的时候,人挺自由,有了他,人倒成风筝了。 以前没有手机的时候,孩子是父母心中的风筝,孩子的啼笑哭闹时刻,牵动着家长的每一根神情。 而如今,手机却让家长成了被牵扯的风筝,每一次的提示音和震动声都在无端消耗着家长和孩子共处的时间。 今日,帮上一篇《爸爸看手机》的小学生作文,成了老师和家长讨论的热门话题。 我的爸爸很爱看手机,每次有空他都会拿出手机来看。 有一次,我叫爸爸进来跟我一起看书,玩,画画,可我叫完后,爸爸没听见,还是没有进来,害我叫了很久很久。 终于把爸爸叫进来了,爸爸进来的时候还拿着手机,因为报学时间到,这篇作文还被写完。 末尾处写道,我爸爸在厕所解辩的时候,也在看手机。 爸爸解完辩了,都不知道出来,还在里面看手机。 就孩子的班主任回忆,看到这篇作文时,自己被集中鲜酸的语句触动了,于是他配图转发,我无意间发现这个孩子的习作。 孩子写的是你吗?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,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孩子见的第三者。 生活中父母沉迷手机,对孩子造成不良影响的案例比比皆是。 孩子以为爸爸的职业是用手机,因为刚上幼儿园中班的孩子,要完成一项家庭作业,写爸爸妈妈的职业。 妈妈随后问孩子,你知道爸妈是做什么工作的吗? 孩子抬头看着妈妈,眨着眼睛立马答道,爸爸是用手机查资料的。 妈妈顿时就愣住了,原来在孩子眼里,父母就是拿着手机玩的。 孩子问妈妈,手机是你女儿吗? 一位白领妈妈讲述,她也曾被女儿控诉过玩手机,平时在家自己很少玩手机。 但是,有一段时间工作太忙,有事情来了,刚好WiFi开着,就在手机上处理。 女儿走过来,抖着小嘴问我,妈妈,到底手机是你女儿,还是我是你女儿啊? 这句话让妈妈瞬间意识到,这段时间的确对女儿关心少了。 从那时起,她回家前就把事情处理完,在家就关掉WiFi把时间留给女儿。 全家人在一起时,家长一望向手机,既能提升家庭氛围,陪伴质量,又有助于孩子的心理健康和行为改善。 如确有工作需要,父母最好错分换档。 爸爸忙时,妈妈拖机陪孩子学习或游戏。 妈妈联机时,爸爸带着孩子做运动,讲故事。 也可以约定每个周末,大家固定半天都不玩手机。 其实,父母不玩手机,还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可以和孩子一起做。 比如以下推荐的这些游戏,不妨用假期的时间和孩子玩一玩,体验最简单的快乐。 游戏一,颜色大碰撞,玻璃珠也能画画了。 让五彩的玻璃珠滚一滚,你会发现惊喜。 选次一同家员工与家庭教育材料艺术乐园。 游戏二,制作帆船。 小小的帆船是怎么做成的? 其实,步骤非常简单,你也可以做到哦。 选次一同家员工与家庭教育材料情商乐园。 游戏三,动动小脑筋。 你能把小智找到正确的路线吗? 动动小脑筋,拿纸手表才是小智的。 选次一同家员工与家庭教育材料游戏乐园。 有的父母会问,每天出门前不能玩手机,回家也不能玩。 陪孩子时还是不能玩,那我该什么时候玩? 我只想说,随着孩子慢慢长大,你会发现他们不再咽咽呀呀的纠缠你, 不再无比取闹的让你陪他,不再像小宝宝一样钻到你怀里撒娇,和孩子最亲密的时光,一旦错过了就再也回不来。 所以,那些陪伴手机,多余陪伴孩子的父母们,请把手机放在一边, 用更多的时间,由你们的宝贝乳怀,用心体为真正陪伴孩子的这些年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哦。